Hello,大家好,欢迎新朋友们来到小鱼儿的油管技术学堂 那这里呢,小鱼儿油管技术学堂呢,已经上传了10个视频了 那在这里啊,有看过小鱼儿油管技术学堂的就知道啊 我这里呢,全是一个零基础的一个做油管的一个知识分享 假如你正在或者刚刚开始做一个YouTube频道呢 记得一定要订阅一下小鱼儿油管技术学堂 那这里呢,小鱼儿简单的说一下前几期视频的一个内容啊 在这里呢,有我们如何为我们的频道取一个名字 那如何制作一个频道的一个logo头像 以及呢,如何制作我们的一个封面图 那看到小鱼儿的视频的朋友们,你们都会了吗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给大家讲解 YouTube频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设置 那这些设置呢,对于你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期视频呢,大家也要搬好小板凳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哟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我们油管频道的一个首页 这个上面呢,是我们首页的一个地址 我们点击这里我们的一个头像 点进入我们的YouTube工作室 它就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 我们点左下角的设置 来到这里呢,我们直接点这个频道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要选择你 你所在的一个国家 那么你来自哪个国家,你就选哪个国家 这里呢,可能很多新手朋友们呢 会有一个误区 可能会想,我选哪个国家 是不是就更容易接近到那个国家的观众呢 那事实呢,它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设置,选的这个国家呢 跟观众的数量呢,没有什么区别 它跟什么有区别呢 是说,当你在开通频道收入的时候呢 这个设置呢,就会和你收到的YouTube条款呢有关系 所以这个呢,一定要选择真实的 来自哪里,就选哪里 接下来呢,是我们频道的一个关键字 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输入跟我们频道相关的一些关键字 比如说你的这个频道,如果你是做美食的 你就要填一些跟美食相关的关键字 比如说你是做一个教程的 你就要跟教程有关的一些关键字 比如说就像小游乐这个频道 YouTube新手入门 新手做自媒体,有关知识分享 都是跟我的频道相关的一些关键字 那么这里关键,如果你自己想不出来 没有关系啊,我这里来教大家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用GPT啊,我们的一个AI工具 那这里我们提示词啊 给它几个相关的一个关键词 让它帮我们生成几十啊 甚至上百个关键字出来 可以看到我这里 让它帮我生成了一百个关键字 我们自己复制链贴去 把中间给我们内容不相关的直接删除 然后复制到我们的频道里面 是面向儿童的一个内容 了解清楚你的频道呢 是面向哪类人群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选择哪一类人群 如果是儿童就选儿童 如果是不是儿童 那么我们就选不是儿童 那接下来呢是一个自动字幕 YouTube呢 在视频里面呢 它会自动翻译你的一个字幕 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不显示可能不当的字词 因为它自动翻译有的时候可能会出错 会把一些不好的词语给翻译出来 那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哦我怎么违规了呢 对不对 那可能就是翻译出错 那这里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选择 不显示可能不当的一个字词 小伙伴们是不是很惊讶 如果你没有去了解过这个高级设置 可能你还不知道原来我还可以这样设置 那在下面呢 我们可以勾选一下允许观众者剪辑我的内容 那在这里呢 以我的这个视频为例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有一个剪辑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时长 有的观众呢 想对我们的视频呢进行一个剪辑 那么他就可以点这个剪辑按钮 所以在这里呢 你可以允许观众剪辑我的内容 也可以不勾选啊 自己来选择 那最后呢 那这里还有一个功能使用资格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里 你可以在此管理更多功能的一个使用权限 为了帮助我们 为所有人营造一个安全的YouTuber社区 你需要通过额外的验证 才能使用中级或高级的功能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标准功能 那就是可以上传视频播放创电播放列表 并向播放列表中呢添加协作者和新视频 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上传视频 这是一个标准功能 那中级功能呢就是时长超过15分钟的视频 自定义说月图和直播 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也可以上传15分钟的视频和开一个直播 那么一个高级功能呢 目前为止呢 这个还是需要去申请 那如果你的频道违反了一些规定或者被警告过 那有可能某些功能你就使用不了 好了 今天呢小鱼儿的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呢 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记得给小鱼儿点个赞 并且订阅小鱼儿的频道 我会持续不断的给大家分享新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